隨著疫情區緩限許多企業也開始大動作 徵才祭出的福利是一個比一個還吸睛 像是來看到溝雄有公司就喊出了 壽星免上班這樣的福利 還有連鎖素食店開出了上千個職缺 到值呢就能夠立刻享有17天的假 好另外是保全科技公司也開出了近200個職缺 符合資格的員工還能夠以月付百元的價格 入住蛋黃區文清風的員工宿舍 時尚吊登大尺寸電視還付冷氣現代風裝潢 位於台北京華地段就像文清旅館的宿舍 租下入住你才月付要多少錢 現在在北市租房子好像這樣子付客廳的雅房 一個月至少就要一萬五 不過現在就有業者寄出只要來這裡工作的話 月付百元就能住進這樣子的公司出社 以台北市的租屋的環境跟租金來說 的確一個月省下萬元 原本要提早兩個小時起床 現在提早半小時起床就可以了 當然是可以多歲一些 原本住在外地的員工 如今在首都蛋黃區有了落腳處 中保砸千萬裝潢 全是為了留財和珍財 開出約200個職缺 符合資格就能月付百元清潔費 享有員工宿舍 宿舍的部分就是等於我們公司在 這個人才的培養的策略其中的一環 房租啊水費啊電費啊 這些費用其實是員工是不需要付的 珍財出奇招的還有麥當勞 開出一千五百名正職職缺 到職就享有十天特休加七天家庭日 等於一口氣就有十七天假 整體全年的休假也優於勞基法 比照外商全年有超過一百二十三天的休假 另外高雄的勇瑞實業 珍財福利也很誘人 標榜壽星免上班 寒流更能提早下班 疫情趨緩 業者也開始大動作真才霸氣寵員工 期盼吸引人才目光 藉由黃志杰留身台北 這麼的 敦歼 委厥